阿联球亚洲杯最终卡塔尔人,捧起了最后的冠军奖杯。 虽然与日本队的比赛下半场踢得并不好看,但他们还是拿到了最后的冠军。 原本打进决赛已经创造了卡塔尔足球的历史,但他们最后用一个冠军奖杯,来干写理亚洲足球新记录。 然而,更另外就感到震撼的是稳借亚洲杯的射手王,和助攻王界来自卡塔尔。 阿尔默埃斯埃里一人独造九球,与日本队的首个金球,就是开打进的。 而哈桑阿贝夫则贡献了一球和十次助攻,更可怕的是,两人都仅仅22岁,可以说未来大无穷。 在我们还在为U23球员踢不上比赛发仇的时候,卡塔尔的U23球员,已经拿到了亚洲杯的射手王和助攻王,这是多么大的差距。 本届亚洲杯,卡塔尔的多名主力球员,都是U23球员。 在2018年U23亚洲杯上,几乎就是这套阵容。 而就是这帮球员在小组赛最后一轮2比1战胜中国队,将U23国组挡在了淘汰赛大门外。 此前的12强赛,中国队虽然并没有在卡塔尔身上10分,但未来或许会有很大的变化。 以本届亚洲杯为例,国足成为本届亚洲杯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,但依然无法打入4强。 而这支年轻的卡塔尔队,分别淘汰伊拉克、韩国、阿联酋和日本。 试想如果是我们能做到吗? 卡塔尔已经用实力证明,亚洲足球版图要变天了,国足未来又多。